由華直說一分鐘, Omicron傳播鏈尚未排查清楚, 1月16日又出現一宗不明源頭的Delta病例, 加上由華地一間檢疫酒店也爆出疑似交叉傳播導致陸人確診, 香港第五波疫情的嚴重程度實在不容看少。 兩種變種病毒的傳染力都是初代的數倍, 特區政府就一味固守成規,面對疫情亦暴亦趨, 相信第五波疫情都很難在短期內結束, 更談何恢復通關,振興經濟。 近日關於疫情的負面消息不斷, 新增的無源頭Delta確診個案就是其中之一, 而另一宗負面新聞自然是由華地檢疫酒店爆疫一事。 早前有議員建議香港房校內地全民檢測, 但就被特首一口回絕, 堅稱風區強檢對於第五波來講已經足夠。 但事實是雖然全港已經有幾十處進行了風區強檢, 但收效甚微, 仍然有無源頭的Delta確診個案出現。 可見上有數條潛載傳播鏈潛伏在社區之中。 近日臨近的深圳和珠海都先後爆疫, 當地政府在首例確診之後, 已經立即展開了數輪全民檢測。 香港目前已經出現了兩種變種病毒, 實行全民檢測排查隱患, 其實已經刻不容緩。 政府預期被動防禦, 不如主動出擊, 以全民檢測提前排查所有潛載個案, 盡快平息雙變種帶來的恐慌, 令市民即使在新年期間嚴守限聚令, 都不致人心惶惶。 如果大家對若議題有任何意見,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 再見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